哈嘍大家好 我是大師 希望你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 ig fb 劇曲 bb 還有 discord 好在天津節的悠辰在你的官方呢 公告了這次的中年慶的預告哈 那這次中年慶的預告 可想而知就是歡神節的角色 那兩周年直播是在3月3號哈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圖片的暗示吧 呃兩把劍 嗯 兩把劍 金錢揚 誰還有用劍啊 英鳳人啊 然後 我的話 玉的話是農業嗎 這一個是什麼啊 這個不確定 我的生命就是為了這把劍存在的嗎 就是久以千尊之劍嗎 好這應該是農業的沒錯 他和師妹 是世上為二 懂我的人師妹那就是 陰千陽嗎 這把劍應該是陰千陽 他應該是職農業 然後弟子不明白 為什麼師父不前我去完成這項重大任務 哦這句話就是陰 呃陰鳳人啊 當時在方正月 呃要選兩個名弟子去執行這個 去掌龍台哈 把這個劍甲取出的任務哈 然後當時方正月 聽到 陰鳳人問這句話 為什麼 我派我去完成這個任務呢 結果呢 方正月說 當久當有人跟你說 你是久以天鎮之主 的話 說你是天命之人 你會作何選擇 然後我一直叫你哎 把把劍給我之類的 印象中是這樣啊 然後陰鳳的沒有回答 沒有說出正確答案 然後陰 方正月 就說你不用回答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叫陰千陽 呃叫二師弟去的原因 嫉妒之心由此而生 好 全新的時裝哈 這個是誰的 龍中 夢蝶栩栩而非 而我需要的已經不僅僅是一場夢 這是誰啊 高皇君嗎 情情明月無一半 一翼孤行天地間 青時裝 這哎還是榮葉啊 這個全新時裝是 還神姐的角色嗎 可是這個角度很像榮葉 因為榮葉有一張是裸背的 大家記得嗎 就是那個 大家要買那個 老玩家的話應該要買過 那個單機版的 有買單機版的盒子的話 我記得封面就是 那個榮葉的背裸背嗎 然後背九一天之間 就是畫上的那個傷痕這樣 所以這個應該是榮葉的沒錯 亭亭明月無一半 一翼孤行天地間 這應該是陰千陽吧 空堂隨了明月造型 也許一切都是 有另外一個男生 是這個是陰千陽 是這個是陰千陽 呃 還是呃這應奉人 陰千陽 陰鳳人 陰鳳人 弄 染月一夜聽春雨 飛花青是夢 久亦私情誰與共 呃誰 高皇軍 是嗎 等一下這個應該不是高皇軍哦 這是風寒月吧 然後這個誰沙漠中潛行的複蛇 從不以致我張揚為盡 正相反他們等在著 誰沙漠中 郭炎碩 然後面兩個不是環神節的角色吧 第一個一定是農業啦 我很確定 這個一定是農業 好其他的不是很確定 這誰啊這到底是誰 風寒月會穿這個裝扮 們好像也不太會哦 啊就是這樣 好吧 反正呢終於 呃 這次的週年慶呢 第二第二週年慶呢 終於可以看到環神節了 那 今年應該就是可以把環神節玩玩的了 那之後十字七還有什麼劇情可以玩呢 天外見勝路嗎 還是霸劍蕭雲路呢 那我們來期待 第二週年這些一年四出 然後技能介紹的部分嗎 那我們之後 大師傅在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靜靜的收看大家晚安拜拜